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军统也十分的放心,将军统的事物全部交给了戴笠,人事任免,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军事行动,都由戴笠全权选择,所以戴笠在军统之中,给他的手下定下了许多规矩,尤其是女特务,约束更是多。 军统最早的时候,女特工是很少,一般也是作为军统中的文职人员,但随着抗日战争的加剧,但李发现,仅仅靠着男特工,有些事情确实很难完成,因为各国对特工的防护已经到了巅峰级别。 对于一个贸然闯入的男子,没有人不确怀疑,而女特工比起男特工,更容易获得敌人的相信。 在这种前提下,无论是日本的军方,或者是戴笠的军统的,都培养了大量的女特务。 军统比较有名的比如像尹西,还有胡宗男的老婆叶霞迪,也曾是戴笠的手下。 戴笠的军统,在选拔人时,有着严格的要求,年龄必须25岁以下,身材相貌,还有学历,也有着相应的要求。 戴笠这么做是有自己的原因,因为女特工最重要的作用,就是靠着微人际,来迷惑敌方的高级官员,或者是靠着自己的学历和知识,成为敌方的文职人员,打入敌人的内部。 如果一名女特务,要身材没身材,要相貌没相貌,而且连文化都没有,可能连敌人的边都摸不到。 戴笠在这些女特工进入军统的时候,还特地为她们制定了一个要求,就是不准结婚,因为这些女特工一般都要打入敌人的内部。 如果在后方有什么牵绊,很容易暴露自己,而且一旦有了家庭,就意味着有了软肋。 如果敌人拿家人来要写,很可能会有人叛变。 更为重要的是,身为这些女特工的家人,或多或少的都知道一些军统的事情。 对于一个严密的情报组织来说,任何一点消息暴露,都意味着是一场灾难。 军统的女特工受过严格的训练,可以守口如瓶,但她们的家人或许在严刑拷打之下,就快暴露了军统。 代理对这条要求是严格执行,一个女特务层的执行任务期间,偷偷地与自己的男友结婚,而后有了身孕。 代理知道后,勃然大怒,将这个女特工关入了监狱,而后要将其枪毙,与特工百般求情,让她将孩子生下。 但代理始终没有同意,再关进去的第二天,就将其枪毙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